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又到了開箱市村的時間 今次收到Love Bonneto的合作邀請 分享我的下日穿搭 如果有興趣想知道今次我選了什麼衣服 然後最近是Love Bonneto有什麼超低優惠的話 就不要錯過了 Love Bonneto是以亞洲女性觀點出發的 很多衣服我看上去以為自己一定駕馭不了 但原來在剪裁方面 他們會考量亞洲文化、女性的身形、膚色去做設計 例如今次我是刻意選了很多以往不敢挑戰的長裙、長褲 很多外國品牌的長裙 我一讀是那個橡筋由頭套下去 過場還是拖地 但今次我選的一款 全部我都覺得是小個子 小顆是穿到的、是穿到的 真的很感動 然後赤馬方面也好說 由架細去到加大 甚至乎有些款我是看到加加細和加加大的 不會限死在細中大三個馬 不同身形的朋友都可以有選擇 然後風格也是好說的 你可以找到一些適合度假、約會的衣服 也有些出席重要場合 斯文的、上班衣服的 配合到不同需求 所以這麼大的範圍我自己也很喜歡 好了說了這麼久 應該大家很心急這次我選了什麼衣服 事不宜遲我就去換衣服 這條的長裙質地挺挺身 而且我喜歡它有袋子 這條長裙的顏色太漂亮了 我忍不住包了三個顏色 非常適合夏天去度假、去旅行的時候穿的 就算一五三小粒也不會太長 去到我的腳裸位剛剛好 而且它裡面是有奈利的 白色不怕透的 沒有問題的 穿出來也是很漂亮的 非常之百搭 襯球鞋、涼鞋、平底鞋、甚至Lofus都可以的 不要看它平平無奇的一件背心 其實後面也有特色的 上身方面 這件深藍色短板吊帶背心是很有質感 穿上去很舒服的 吊帶後面它做了一個固定的綁帶設計 令到背心看上去就不會這麼單調了 這件的布料槽是很有隨意、垂墜感的 有時候出入冷氣地方 衣櫃一定要有薄身的長袖衣 剛才開放的這件 就算夏天它也不會焗的 非常之透氣 它放進去也可以 綁一綁把它變成短板 也沒有問題 我自己很喜歡這種綿麻質的衣服 因為穿上去很挺身 但又不會硬的 另一件是Felaine中袖上衣 這個顏色調得很漂亮 它不會太過螢光 不會穿著對面三條街道看到那種 是很適合亞洲人的膚色的黃色 是很適合亞洲人的膚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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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配上高腰的牛仔褲 就最適合 是很適合亞洲人的膚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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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覺得夏天要有白色的牛仔褲 你們說是不是 下一次我會嘗試配上白色的直腳牛仔褲 以前我是非常抗拒 很害怕會顯得大腿很肥 不過這條直腳不會太過縮著 换一捲褲腳再加一雙涼鞋或Lovas 就會很漂亮 它是非常透氣的設計和布料 現在這麼熱就適合了 再來就開始一些斯文小小的衣服 選了一條吊帶長裙 不要以為這種裙只適合出街去沙灘 其實加一件西裝外套上班絕對可以 原來粉紅色的西裝外套穿出來是不會太浮誇的 因為早前很多活動的衣服都是粉紅色 我才發現自己的衣櫃只有很少粉紅色衣服 就選了它 它穿出來不會太過小女孩的 不是死亡BB粉 它是比較沉實的Dusty Pink 上面的白色格子令整件外套多了一些成熟的感覺 所以這件我穿出來是比較有驚喜 比我預期中更加持久 是挺開心的 剛才那件會比較偏向眉麻質地 這件就會更加像西裝外套質地 如果不敢挑戰粉紅色的話 想安全牌一點 還有一件 我覺得是平日常常穿的beige tone 但它的細節位令西裝外套不太沉 它的六顆扭是斜的 是會有種換味 令人感覺斯文得來又會跳脫一點 最後是一條很輕身很舒服的闊腳褲 超推介 一定要入手 讓大家看看我的日常開會look 是西裝外套再加上闊腳褲 這一條的藍色闊腳褲 是小粒 都可以穿得很好看 長度是剛剛好 有一種很過年的感覺 開會的時候說話 都可以大聲一點 有力一點 好了 一口氣開箱了 換了超過十件衣服 大家喜歡哪一件呢 其實我覺得全部都很好搭 因為很簡約 喜歡如何混合和配合 有不同風格都可以 最重要是穿得舒服 不會硬斑斑 褲子都是活動自如 很親膚 不會刺皮膚 所以當它們做每半年一次的折扣 我真的覺得很值得去看看 去尋寶寶 從現在到6月12日 有超過3000件的貨品 低至3折優惠 然後用我的Promotion Code 在Luponito網站買滿100元 可以選擇80元 是不是很瘋子 很划算 然後買滿指定的金額 入不同的Promotion Code 還會有額外折扣 不止 每日消費最高的客人 還會額外獲得Luponito的禮品 而6月5日至8日 每家門市還有覆蓋 500元就可以買到 1200元的貨品 每日限量20個 所以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兩家門市和網站看看 所有詳細資料 我會放在Infobox 總之買到便宜多 希望大家今天會喜歡這個分享 原來小粒仔 不只是可以穿短褲短裙 只是還未選對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我頻道 每個禮拜會有兩條影片 逢星期六的三月和星期日的就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Subscribe Subscribe